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韋恩 今天要帶大家來福井縣四日遊 那我現在人就在福井車站的前面 因為福井這裡當地是以恐龍化石的發掘所聞名的 所以在車站前面就可以看到恐龍的模型 那我們第一贊同機場出來之後 就要先來兌換這個 關西跟北陸地區的鐵路周遊券 那大家記得 事先在網路上 於台灣各大旅行社購買是最優惠的價格17000日幣 而在JR西日本官網購買則是18500日幣 機場出來之後前往JR的購票處 記得在綠色的售票機取票 完成取票以及化位後 就可以從大阪搭乘哈魯卡前往福井站 記得在日本國外購入才有17000元的優惠 關西與北陸地區鐵路周遊券 詳細資訊會幫大家放連結在敘述欄 我們剛剛大概開車40分鐘左右 然後來到今天要住的飯店是美松 那我們來到飯店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來做抹茶的體驗啦 我們剛剛經過使勁吃奶的力氣之後呢 終於完成了 那大家記得在喝之前呢 要先把有花紋的這一面朝前方 跟我平常喝到那種感覺就是很苦澀的抹茶 其實差滿多的 它就是沒有任何色的味道 然後非常的香耶 這個套餐裡面呢 還有含一個這個看起來非常可愛 很漂亮的喝果子 很好吃耶 它也是那種有甜 但不會感覺很膩 然後再配一口抹茶的話 感覺是剛剛好 那這邊就是我們今天吃晚餐的包廂啦 好 那我們要來吃今天的晚餐啦 今天的晚餐看起來非常的豐富 可以看到這個 它是河豚的火鍋 可以看到這邊的河豚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料 這邊呢 這一個是生魚片 然後這邊還蠻特別的 它中間這個是獅魚 然後這個是石斑魚 然後去脫肉跟田蝦 再來呢 因為我們現在造訪的浮井縣 它是臨近日本海的區域嘛 所以呢 就今天的料理裡面啊 有月前蟹 冬天就是要吃螃蟹啦 那另外這邊這個正在加熱中的呢 是浮井這邊產的和牛 這次來浮井縣最讓我驚訝的就是海鮮啦 雖然生魚片是溫泉旅館常見的料理 但浮井產的魚肉、甜蝦、松葉蟹等等 比平常吃到的還要優質、新鮮 尤其是名產月前蟹 肉質很鮮美 大推 我們剛剛吃完晚餐啦 那現在按照慣例 幫大家開箱一下溫泉旅館的房間 不過它的房間不是那種 舊式的榻榻米 它其實有一個 還蠻寬敞 而且蠻完整的算 就Living Room的感覺啦 接下來介紹這個房間 最最最大亮點 露天風呂 哇 超級奢華 很誇張 直接不用去大浴場 就可以享受這麼奢華的 露天風呂 好 我們今天很難得得到拍攝的許可 然後就帶大家來看看 今天下它的旅館 它的風呂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它的空間還蠻大的 光是置物 然後換衣服這邊 就有兩大排 然後穿衣服 吹頭髮的地方 也還蠻寬的 好 好 再來就到 大浴場裡面看看啦 好 雖然有點霧 不過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這邊空間非常的大 而且挑高還蠻高的 然後 座位這邊 有超多 一整排 加上剛剛入口處的 感覺應該有三四十個吧 再來帶大家去看看重頭戲 露天風呂啦 可以看到這邊是戶外的 哇 超冷 而且現在在下雪 外面這裡就是露天風呂啦 現在還有點下雪中 它設計的是一個大型涼亭的感覺 剛剛在房間睡了一下 然後現在在套這個戶外的風呂 真的是超讚的 我覺得房間裡面有露天的風呂啦 我覺得房間裡面有露天的風呂啦 好像這應該是我第一次把 在日本泡房間裡面的戶外風呂 我覺得真的還蠻享受的 好 那 今天就先這樣囉 大家明天行程再見囉 拜拜 嗨 大家早 我們現在要去吃早餐啦 嗨 大家早 我們剛剛已經吃完早餐了 然後現在呢 帶大家到昨天我們有看到就是 下雪然後風景看起來很漂亮的庭園裡面 走走逛逛 美松的日式庭園在我住過的溫泉旅館中 也算是廣會要造景精緻的 本次行程中 我們會帶大家體驗 浮景縣推出的各種觀光優惠票券與套票 像我們昨天體驗的 爐原溫泉泡湯與抹茶體驗 加上今天的巨大庭園漫步 就是一個套票行程 詳細的價格、資訊、售票的旅行社網站 都會幫大家放在影片資訊欄中 供參考喔 我們剛剛吃完早餐後 短暫休息了一下 那現在呢 要前往我們今天的第一個行程囉 好 我們今天早上的第一個行程呢 就是來體驗穿和服啦 大家可以看到 後面這邊桌上有和服專用的腰帶 然後還有後面這邊呢 有一些我今天等一下會挑選的和服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看看要穿哪一套吧 好 今天有蠻多件可以挑選的 然後這也會是我第一次的體驗 好 今天決定來試穿這個花紋的這一件啦 嗨大家 我換了喔 它這個整個換裝的過程還蠻快的 然後 因為現在是冬天的關係 所以其實 我裡面啊 有穿內衣 然後衣服跟褲子都是可以的 也不用怕太冷 好 那這也是我第一次的初體驗 那我們現在換裝完之後呢 就要去外面的溫泉街啊 還有街到外面走走晃晃 好那我們今天體驗的這個和服租介啊 就在這邊進行兌換就可以囉 好 那我今天用的是列印出來的紙本 那其實大家用樹櫃的版本也是沒有問題的 這是 你們幫我們導覽的唇子姐姐 然後他穿的這個頭上是溫泉 然後那個白白的一坨是霧 非常的可愛 我們昨晚入住以及今天漫步的爐原溫泉 被稱為是關西的後花園 也入圍日本溫泉白選 很適合兩天一夜的行程 我們今天這個和服體驗的商品裡面啊 其實呢還包含了這個 兩份甜點的兌換券 然後他是在這個溫泉商店這裡面啊 有蠻多家有配合的甜點的商店 那我們今天選的第一家這個呢 是據說啊在昭和時期的時候 天皇來吃都說他還要再加點一份的前野根月糖 然後他主要是賣和菓子的 我們一進來呢就有試吃的小甜點 這個甜點啊 我覺得他吃起來有點像日式的馬卡龍的感覺 對換完成 好那我們今天選擇第二家兌換的店 就是這個啦 那我們來兌換第二家的甜點吧 對換成功 那我們和服散步的行程呢 最後一戰啊要來泡足湯啦 那我後面這棟非常古色古香的建築呢 就是爐原溫泉這邊的爐湯 然後是非常 算這邊蠻有名的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建築物 它本身啊 是用檜木 整間是用檜木鎖下去 建成的 然後另外這邊可以看到有一些石頭 它高高低低的 是因為把這邊的圓泉啊 也是一樣用高低差下去 讓它的溫度降低一點 然後可以比較適合直接來泡 那我們就邊泡足湯 邊吃剛剛兌換到的河果子吧 我們剛剛大概開了十分鐘的車左右 然後下一站要帶大家去逛的是 月前松島水族館 我們剛剛看完了那個很可愛的企鵝走路嘛 那這個月前松島水族館這邊的特色 就是它不像一般的水族館 可能比較多是在一個大型的館內 然後有很多的可能海洋生物之類的 它這邊是在開闊的 算是園區的空間裡面 然後戶外的話你可以走來走去散步 然後再到各個小的不同的展覽館裡面 然後去看不一樣的海洋生物的展覽 然後像我們剛剛看到這邊後面啊 就有一個開放式的 然後有汽油在游泳 看起來非常的可愛 這個水族館啊除了我們剛剛看的 汽油的散步秀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在 在SNS上啊也非常熱門的景點 就是我現在在的這個珊瑚礁水草 好它這邊的特色就是像這樣啦 你可以整個人 站在這個海洋世界的上面 然後根據剛剛館長的推薦是說 你可以在這邊趴著啊然後翻滾啊 在這邊欣賞就是下面的魚 它還蠻有趣的 從水族館啊開車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就來到我們下一個景點是東巡房 然後它就是一個在海邊的景點 然後有一些特殊的地形可以看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會在這邊吃今天的中餐 中午我們來到Yamani水產用餐 吃的當然又是附近有名的海鮮啦 這家在東巡房很有名 不少日本藝人都來過 海鮮丼也是新鮮的沒話說 配著白飯吃下去真的是療癒 吃飽之後就要走去欣賞東巡房的風景了 東巡房是浮景縣最知名的景點之一 其灰石安山岩六角形柱狀節裡地質景觀 全世界只有三個地方看得到 曾被評選為世界三大奇盛之一 好這張就是我們兌換出來的優惠券啦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配合的店家在這裡 然後我們現在的鎮泰坊這裡呢 我們等一下會兌換的是仙貝 然後除此之外它這邊也有一些 可能遊覽船的優惠啊 然後還有那個展望台優惠等等的 然後這一張五百塊的話 價值遠遠超越五百元喔 好那因為我們的券可以兌換三份的食物嘛 然後我們下一家選的就是這一家七福 我們兌換的是草莓桃子口味的雙麒麟 很好吃耶 雖然今天是大概一兩度左右的天氣吧 不過吃起來還是滿爽 嗯 我們剛剛經過大概三十分鐘的車程 抵達我們的下一站完崗城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上去看看這個天守閣吧 一樓這裡有之前完崗城復刻的模型 這六根非常粗的柱子啊 就是支撐這整個完崗城最主要的支柱 是不是非常的粗看起來很厚實呢 這階梯非常的陡 大家攀爬的時候要非常的小心喔 這邊呢東南西北四個方位基本上都有開窗 所以可以看到從完崗城所看出去的 四個角度不同的城市風景喔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貌似枯枝的樹啊 其實都是日本最有名的櫻花樹啦 這邊呢也被入選為是百大的櫻花名所 所以櫻花寄來的時候啊會非常的漂亮 我們剛剛經過大概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然後在飯店check-in完之後呢 要來吃今天的晚餐啦 然後晚餐我們要來吃的是這邊 蠻有名的Sauce Katsutong的 油肉Pakken 我們點的餐點來了喔 因為這家店的特色餐點是它的Sauce Katsutong嘛 然後大家可能以為 喔這是一般的套餐 錯 這是迷你 然後這個是一般份量 然後在這邊這個堆積的跟山一樣的是 加大版的Katsutong 哇超大它的那個豬排就有四片 這個Sauce Katsutong啊 它的這個炸豬排 跟我們平常吃到的啊 差異還蠻大的 首先第一個是它的麵衣 它裹的那個顆粒細細的 但是呢炸起來吃起來口感非常的脆 然後再來是它的肉質啊 跟我們平常吃到那種 比較油或脂肪含量比較高的豬排也不一樣 它是偏瘦肉 但是呢吃起來是扎實的口感之外呢 肉的味道也非常的濃厚 然後最後就是 配上它那個特製的醬汁 有點酸酸甜甜 吃起來非常的下飯 而且它的飯上面啊 也淋了滿滿的醬汁 所以吃起來也是很爽 今天住的房間是一個很簡單基本的單人房 比較接近商務旅館的感覺 我們今天行程差不多就這樣囉 剛剛在便利商店買了一個 很健康的 楊樂桌的Y1000 然後等一下差不多就要來準備休息啦 我們大家明天行程見囉 掰掰 這邊的早餐要兩種 就是西式跟和式可以選 要選和式的話 就是看起來非常豐盛的海鮮丼 嗨大家好 我們剛吃完飯店的早餐了 那因為我們昨天住的飯店呢 就在敦賀車站的旁邊 大概走路一兩分鐘的地方吧 那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消息 就是呢 敦賀車站這邊呢 預計會在2023年的春天 那就會開通北路新幹線 從金澤 然後到敦賀這邊的這條路線 所以大家之後呢 如果來浮井縣啊 要來敦賀的話呢 就可以更加方便的交通方式囉 嗨 我們剛剛大概坐了一個小時左右的車 然後現在呢 要到今天的第一站 是洛州忍者道場 然後我們來體驗一下當忍者的感覺 道場雖然不大 但是很有神秘的氣氛 我們先從換裝開始學起 再來學習該如何正確的使用武士刀 其實從拔刀到揮刀 都比想像中的困難 就是這個動作 還有回家痠痛好幾天 還嘗試了一個根本不可能的揮刀姿勢 連忍者的跑步法都有教喔 好像要來體驗忍者必備的 手裡見的頭指 我要來囉 欸 哦 30點 好 我們剛剛完成那個 手裡見的學習了 然後因為雖然我考試的時候考不好 但是我練習的時候蠻強 所以老師頒了一個 終極的那個 手裡見的認證給我 那我今天要來結訊的證書啦 開動 開動 我們剛剛體驗完很有趣的那個忍者之後呢 接下來要去吃中餐啦 那我們中餐蠻特別的要去吃一個 外帶的鰻魚飯的便當 接下來的套票行程很有趣 是包含租車6小時在內 買加熱的鰻魚便當到彩虹山頂公園吃 鰻魚便當是來自當地名店 鰻魚門 在2021年入選過米其林指南北路特別版 好 嗨大家 我們剛剛開了20分鐘的車程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一個叫做Rainbow Line的地方 然後這邊的特色呢 就是可以登高望遠 可以看到日本海 然後還有附近的 三方五湖 你看光是我現在開場的這個風景 就已經超美的 然後我們接下來呢 要坐攬車到山頂上面去吃 我們剛剛買的外帶的鰻魚飯 我们现在来到彩虹山顶公园的最上面的观景台 那这边之所以会叫彩虹 因为彩虹有七个颜色嘛 就是因为这附近可以看到三方五湖 三方郡的五个湖 然后再加上日本海跟天空 总共七种颜色 所以那就是Rainbow 这边还有天空的足湯可以泡哦 然后在这边呢就可以一览刚刚所提到的 包含日本海 然后还有三方五湖的风景 那是超棒的 好然后它这边也有这个 看起来超级舒服的算沙发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边坐着 然后或者是趴着然后往这边看风景 然后可以拍出很漂亮的照片哦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里最顶点的展望台 有400公尺 那我们在彩虹山顶公园这边发现一个很酷的东西 大家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天狗堂的祈愿吗 然后它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土盘在上面写上你的愿望 然后写完之后呢 等一下我们会往那个方向 然后往就是那个湖的方向丢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土盘丢下去 然后它就可以许愿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是土做的 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会有那个环保的疑虑哦 彩虹山顶公园这边腹地还蛮大的 我们刚好稍微绕了一下 然后现在这边有一家那个咖啡厅 然后它户外这边就是有位置可以坐 然后一样就是可以看着日本海啊 然后享受这边的食物哦 那如果大家有来体验我们这次推荐的租车行程的话 它里面有附一个是圆羽门的 鰻鱼饭的便当 然后大家呢就可以因为是自驾的款式嘛 就建议大家开车到彩虹山顶公园 然后像我们这样子一边欣赏三方五湖的风景 然后一边吃这个特级超好吃的鰻鱼饭的便当 哇 很好吃耶 它有一个碳香味 然后它的鰻鱼是软可是是有口感的 然后我也蛮喜欢它的那个鰻鱼的酱 然后来拍一口饭 再搭配这边的风景 哇 太爽了 哇 太爽了 好啦 接下来就要打缆车下山啰 嗨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东鹤车站前面的复合型的商业设施 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中道元藏茶铺 然后它旁边呢也复合了一间书店叫 好 鞋鱼的南鞭鱼 那我们现在就来喝刚刚点的东西吧 这个是我们点的浓茶扒贝 然后它的意思其实就是抹茶圣代啦 这一口有白玉加红豆加圣代加抹茶粉加抹茶 它的白玉啊很Q然后很有嚼劲 抹茶本身跟抹茶粉都很香 然后那个浓浓的茶配上红豆就可以有点减密 的感觉所以它这个整体的搭配我觉得是非常的融合的 好 接下来喝喝看也是这家店算是招牌的 鞋鞋鞋的冰沙 那鞋鞋鞋就是日本蛮算流行的一种茶种 就是焙茶烘焙的焙 之前来日本之后就有爱上鞋鞋鞋 因为我觉得它有一股很浓郁的茶香 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苦涩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喝就是茶叶味重的话 我觉得这鞋鞋鞋鞋我还蛮推荐大家来日本的时候都可以喝喝看 现在对大家逛一下这个茶铺这边 是一种紧邻着茶铺的书店 书店 那它这边的概念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要贩卖畅销书 只是希望在敦赫这边的市民啊居民啊 能够有多多看书的机会 我们刚刚喝完茶之后呢 在房间休息了一下 然后现在要去吃晚餐啦 晚餐的地点就在敦赫车站不近 走路就可以到的地方啦 还蛮方便的 今天晚上吃的是河豚的算全餐的感觉 然后这边是火锅的河豚 有一些青菜豆腐 这边的话是河豚的生鱼片 好那我们来试吃这个河豚的生鱼片吧 它的算沾酱还蛮特别的 是沾这个加了盐的柚子醋 其实我之前就吃过河豚肉了 然后它的味道其实算是偏蛮清淡的 然后主要就是肉的算口感吧 是比较有弹性 然后嚼起来还蛮扎实的 然后配上它的那个特色的沾酱 我觉得还蛮清爽的 好接下来试吃这个河豚的火锅 我要先沾它刚刚有附一个也是醋 然后加上一些萝卜泥啊 还有一些辣的调味 我觉得火锅版的河豚肉还蛮好吃的 但它多了一点那种鱼肉的鲜味之外 我蛮喜欢它的口感就是很有弹性 然后沾上那个醋的调味料啊 就是还蛮蛮提鲜的感觉还不错 吃完饭回房间咯 明天就是我们行程的最后一天啦 那大家晚安 明天见咯 拜拜 嗨 嗨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早餐呢是外带的 这个饭店呢它有提供内用跟外带的早餐 那像如果你觉得今天早上要收拾行李啊 或者是你想要赶车的话 你就可以外带开始回房间啊 或者是拿到今天要搭乘的车辆上面吃 这一点我觉得还蛮方便 以外带早餐来说还是蛮丰富的啦 好 今天是我们行程的最后一天啦 那早上的第一站呢 要带大家来看的是在敦赫车站附近呢 开车只要不到五分钟的契比神功 契比神功这边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特色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一进来就有一个超级大的鸟居 那这个鸟居呢是日本三大的木造鸟居 契比神功这边啊有一个蛮有趣的东西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像乌龟的雕像 然后呢因为据说他们这边在建造的时候啊 就是把地下有水涌出来 那他们认为啊这个是可以严命长寿的象征 所以呢就做了一个这个雕像 那他吐出来的水呢就叫做长命水 那喝了的话就有一样也是可以长寿的象征 我们就来喝一口 我感觉我可以活到七八十岁吧 好那契比神功这边还蛮特别有一个恋爱的御神签 我们刚刚同行的人抽了一下 虽然他是莫吉 应该还是可以谈到不错的恋爱吧我想 那这边恋爱的御神签啊 不管你抽到的是什么样的运气 他都要绑在这边 那大家也别忘了啊来到了神社 都可以来求一个御守保平安 我们开车大概五分钟左右 来到一样也是在市区我们这段行程的最后一站 就是日本海鱼市场 这个鱼市场啊他还蛮特别的 他除了有直接贩售海鲜类的啊 那当然通常鱼市场里面呢 也会有各式各样海鲜相关的可能餐厅啊 比方说像这边有很多海鲜丼 然后或者是生鱼片之类的 但除此之外呢 刚刚可以看到他也有很多 可能是卖名产啊特产啊 然后甚至是冰淇淋啊一些不同的店家 所以他不只是只有单纯的鱼市场而已哦 然后因为这边螃蟹非常的有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白了 很多看起来超大超好吃的螃蟹 这一只月前蟹一只就38,800 感觉超好吃的 我们午餐呢决定要来吃一家海鲜丼 那这家我们挑选他的原因是因为呢 你可以自由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就是配的料 然后呢把它组合成一个海鲜丼 很方便 这是我们点的三个种类的海鲜丼啊 那因为我们有点了加量 所以呢看起来超级满的 然后这个就是刚刚说的甜蝦 这几天吃起来觉得非常的好吃 然后这边的特产就是螃蟹啦 然后另外刚刚点了一个是敦贺的真雕 来这边当然要吃吃看当地产的食材咯 好 那我们就要来试试这一碗看起来超丰盛的海鲜丼啦 然后我刚刚还没有吃之前就觉得蛮酷的 是它的饭是热的 不像我平常吃到的可能是那种冷冷的醋饭 所以它这边很贴心哦 那个这里的名产啊螃蟹 它已经是帮你剥好的 所以你可以非常方便的食用 一吃进去真的是满满的海味 然后那个螃蟹非常的鲜甜 然后其实我觉得它不是醋饭啦 是加一般的那种热的白饭 但因为日本的米很好吃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海鲜跟米饭的搭配 所以真的是很豪迈 好 那我们最后来试试的是这个敦赫的蒸雕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黑黑的 其实是因为它的那个海鲜丼饭上面 有铺了一层海苔 所以吃起来呢又有一个海苔的香气 这个敦赫的蒸雕啊 我觉得它的味道也是偏比较温润的 它可能一入口没有那么强烈的冲击感 可是你慢慢嚼啊 一样可以吃出那个鱼肉的甜味 然后它肉质的口感呢 我觉得也是还蛮不错的哦 好 那这边除了鱼市场以外呢 也有我刚刚讲到的 比较多是卖伴手里的蛆 好的 那我們這次浮井四日游的旅程就到這邊結束啦 總結來說我覺得是一趟美食 還有美景都有的一趟很不錯的體驗 希望大家會喜歡囉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